嗨 以下来收听的是只要有人听就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能参与我们的订阅式赞助 让我们能用更好的资源 做出更好的内容 就是这样 拜托大家啦 耶 嗨 欢迎回到只要有人听就好 我是嘉瑜 我是阿群 嗨 今天想随性跟大家聊聊 所以就一直有点预色 没有啦 就其实上半年也结束了嘛 然后现在就是开始做一些下半年的展望啊 0.2022定谷精神加百分之五十 我那天想到这件事有觉得很吓人 因为我现在在约一些什么按摩啊什么的 都已经约到八月了 就是大概都要提早一点点约 然后想说干八月 那不是表示这个今年都快结束了吗 而且因为各种事情真的开始慢慢解锋吧 所以你可以感觉出来很多计划挖 大家都拍到九月 年底很恐怖 就是各种音乐季已经塞满了 大小演唱会表演 因为延期的通通都要回来 没错 然后没有延期的也要开始版 善良跟正义都回来了 很可怕 现在吵了一旦 上个礼拜吧 我们已经在安排那个 十一月去台南的音乐季的事情了 对 让人记 然后我也已经在看 就是年底去日本的机票了 十一月去台南的音乐季我想了 甚至一个另外完全不同的一个音乐季 为人散步 对 就是很多啦 全部的东西都跑出来了 而且跟大家说今年会有火球季哦 哦 今年会有火球季 那真的是一大堆 卡在一起咯 撞爆咯 听团仔 先准备来啊 没钱咯 对 那我不知道咧 就是亚全队下半年 就是有什么样新的计划啊 可以讨论一下 分享一下 我下半年的计划 因为大家知道我刚离职嘛 对啊 所以我下半年的计划 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 这个计划好宏大 我们要不要拆成一些纸项目 来主意讨论呢 好 我们先来逐步把它拆成 这个纸项目 还是想办法赚一些钱吧 然后就是 其实前一年刚好有跟嘉宇聊到 然后也顺便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好了 可是这样好像一下又会cover到 整个podcast的规划 没有啦 就是因为离职那一集上线之后 其实也是有收到一些询问说 所以亚群之后不会进来的吗 然后我就回答说 短期之内还是会看到我 然后所有短期 我也不知道多短 可能就是一两集 两三集三四集 或者就是一直到今年年底 不知道之类的 对 但是因为我应该会 就是还是会再休息一下下 因为我自己有安排自己一些计划 包括大家如果有知道的人 可能知道我前阵子六月底的时候 终于发了 算是上线的一首歌 但还不算正式 在我心中还不算正式的数位发行 因为我还在等 我应该会累积一个几首之后 然后变成一张EP 然后再发行 哦 这个两个有差别哦 就是那正式的数位发行 是什么意思啊 呃 我不知道 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定义啦 没有啦 应该是说如果真的 我以为数位发行就是我po出来 就是数位发行 也有可能是这样定义 但是如果把它包成一个EP的话 我猜它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新的作品 那如果我真的想要去报新人奖的话 原来如此 你是说金曲新人奖吗 对或金银也可以 哦哦哦哦 ok 我是这样想的啦 对反正有一些规划 但是那都是一些宏大 原大的目标 然后也欢迎就是有兴趣的人 直接把我签下来 我不想努力了 你想太天真了 我要跟你分享唱片公司的一些 我知道啊 这我倒是知道 新人差不多可以去旁边吃屎了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开玩笑 就是我并没有打算要 就是真的执着 因为完全没有 大家不用担心 雅群没有那么傻 就是我所有别的规划 是我有别的工作上的规划 这样 嗯嗯 就是会做一些自己 长年以来想做 但没有做的事情 然后趁这个一年半年 就把它试试看 那反正失败了假赛 我就再回来工作这样 不是回来这里啦 就是回去当社畜这样子 哦 那你刚刚说那个 就是长年想要尝试的 这个自己的事业是什么 嗯 我在来台北工作之前 其实是在家里的公司工作 我们家其实是有开公司的 然后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其实我妈妈是开餐厅起家的 嗯 我还记得很小 就是记忆很模糊的时候 我们家是开那种 真的是中式餐厅 就是卖小米粥 卖牛肉卷饼 烙饼 葱油饼 炸酱面 刀削面的那种 那一种餐厅 非常适合叫原妈妈面 对 因为我们就是原 呃 原妈妈 然后其实我们妈妈姓吴 嗯 五百的吴 就真的是 这个也可以 对 很眷村的 对 这两个都会卖 对 然后所以很小的时候 我还记得是 就我妈妈一直对做 吃的很 很会做的 也很有兴趣 然后可是她 她一直没有再重 她一直想要重新开店 但是没有重新开 然后反正总之 呃 我会想要帮她做一些 帮她卖一些 有一些朋友已经吃过的 小人的卤味 就是不会开店 但是会用网络的方式去买 大家已经可以开始 跟我预购了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出货了 嗯 欢迎就是内洽亚群 因为你会先走 网络上销售为主吗 现在 那你觉得长远 你会想要开店吗 就是会想要原妈妈的梦吗 其实我不想开店 嗯 我不确定我妈想不想 然后我不想开店 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开店 她妈的爆肝累 对 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 我有经验过 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 有那个印象 就早上五点钟或四点钟 我妈妈跟我外婆 要起来剥鸡丝 因为他们要卖那个鸡丝粥 然后就是要慢慢的剥鸡丝 然后开始备料 四五点 然后就是一直做做做 而且也不是大家吃完晚餐 他们就可以休息 因为他们要就是整理嘛 然后做隔天的料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 餐饮真的是超级累 对 我现在就是我一直其实没有想要 就是让我妈开店 是因为我觉得她身体受不了 哦 然后我也不想开卖吃了 因为我自己也受不了 光你听这样我都觉得有点受不了 对 但可是因为我觉得妈妈是不是就是比较喜欢 就她不只是喜欢做吃的 她喜欢 她有喜欢那种开店 真的跟顾客互动的那个环节吗 会有比如说小摊子或是类似 可能有点像取货的点 然后也会有固定的店面是大家可以来拿货 然后可以过吗 你可以直接现场买的 但是不会是餐厅或是不会是现场吃的点 我现在想是这个样子 但是那个现场的店面的话 就是妈妈会去顾这样吗 对 所以妈妈会在那边就是同时备货 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处理 对对对 限的跟顾客往来的事情 对对对对 就比较像是 我也会去这样 就是那种会有贩卖点啦 但不是让你去吃的餐厅 小餐车的感觉 听起来是蛮不错 但目前 想起来都是这样啊 每件事想起来都很不错啊 想想都是蛮不错的 想想就好 想就好 你有给这个计划就是一个 怎么讲很明确的流程或是时间表 蓝图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开店或是创业 感觉都很需要 最近就是在处理电视 就是还在非常前期 就是除了在看很多 其实之前 我说我家里开公司嘛 所以之前其实在经营 或者是创业这一块 其实我有小有研究 或者是有一些经验的 然后反正最近又再重新看一些书 然后做一些新的登记什么的啊 这两天全部都开始弄了 然后logo也画完了 反正就是从第一步开始慢慢做 感觉是还不错啊 就是我是享受的 毕竟是怎么讲呢 做自己的事业 可能就还是会比较好玩 会比较有动力吧 毕竟是自己选的题目嘛 可是很累吧 就是 这两件事情不冲突啊 对对对 就你有可能很快乐但很累 就我昨天就做了这件事情 做到五点 一回神已经五点 然后才睡觉这样 这真的是有点猛 你们第一波会卖哪些项目啊 品项 大家比较熟 就是可能家里比较熟悉 或大家吃过的是豆干 猪耳朵 然后有一个东西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兴趣 如果有听到也可以留言给我 就是鸡翅 之前其实我们的招牌是鸭翅 对啊 但为什么会改鸡翅呢 是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啃鸭翅 我是喜欢吃鸭翅的 可是我们收到蛮多feedback是 啃鸭翅其实挺麻烦的 那鸡翅你 其实你可以不用啃 你就是蹭一蹭 它肉就下来 你就把骨头吐出来 因为鸭肉比较有韧性 是这样吗 对对 鸭肉比较好 就是比较Q弹 比较香 那鸡翅就比较容易烂掉 但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它容易烂掉 你的容易烂掉是指 它的肉比较容易软烂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就想 即使煮汤的时候不是很长 我们拿起来就直接蹭一蹭 它就肉就化了 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亚群也有做 就是小文卤味给我们吃 然后就是大获好评 然后我不知道原来你后来 也是有人觉得说 鸭翅要啃比较久 比较辛苦 然后我们就做了调整这样 对我们有在做调整 那还不确定啦 因为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鸭翅 因为它比较大只 大超多其实 可以吃的肉比较多 所以大家也可以给我一些feedback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 是卤花生 就它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好用 就不管是下酒配茶 还是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就拿来当 可能有点类似爆米花的感觉 我超级喜欢的 卤花生 我个人非常喜欢小文的猪耳朵 因为猪耳朵算是招牌中 是精伪天人 招牌中的招牌 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的猪耳朵 是切片的嘛 然后小文的猪耳朵是 有怎样 切成丝的 切丝对 就是那个口感很好 就它里面会有胶脂一点微微融化的那个部分 会让你吃的就是很软烂很软棉 但是它又偶尔会让你吃到那个猪耳朵的软骨 对 就我很迷恋猪耳朵的软骨 对 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我跟猪耳朵的就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应该是我小学第一年级的时候 然后我去面殿吃东西 然后猪耳朵就是我吃了之后立刻问爸妈说 这是什么啊 的东西 然后是猪耳朵 天哪是命令的食物 对 就是我很好奇那个是什么 本命猪耳朵 对 所以我就 哦 猪耳朵 虽然听起来也很可怕 但是他骂的软骨好吃啊 而且就是因为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就是 开始要学着跟妈妈去买 采买的时候 然后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的猪耳朵都是切好的 要不然就切片 所以你都是看到白白一条条 一直看到一颗猪头吗 一颗猪头 然后猪耳朵那么大一片 就是它是一整片的耳朵 可以只买猪耳朵吗 要只买猪耳朵啊 就是它是卖耳朵给你 然后你也可以买猪头 就是如果你要猪头皮的话 我妈有买过猪头其实 那个猪鼻子也可以吃吗 其实好像可以 应该没有不能吃的地方 就是要吃都可以吃 对啊对啊 好好 猪头都会皮 好吓人 很吓人 很吓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传统市场 其实老实说是 就是很很生猛 很好玩 但真的会很吓人 对 就是每次我跟妈妈去采买的时候 我猪头是死的啦 蛮常会被吓到的 对 可是其实也是蛮好玩的啦 就大卡眼界 原来 哦对就是之前不是有个新闻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 这菜到底长怎样 这有点扯 可是这个就算去市场也不会知道啊 除非老板又跟你讲说 这个是苹果 苹果树 是我们 早上从那个树上摘下来的 对 然后会掉下来打到架头 这个只是单纯尝试不足吧 对对就是这样子 我是有时候会比较 不知道这个菜 它的本体长怎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 尤其是比较冷门的菜 就是你可能会在馆子吃到 那有时候我就会不知道 它本体应该要长什么样 如果它被切碎 比如说 雪菜它的 本体长什么 我有点难想象 或者是有一些 有一些鱼 就是它应该是 亮皮的还是什么 鱼蛮容易的 就会一头雾水 就比如说 我还记得 因为我小时候 非常爱吃雪鱼 然后我第一次知道 雪鱼长那么大的时候 就把我吓坏了 鲑鱼其实也很大 对对对 全部都很大 对 非常非常惊人的那种 但这个好像没有办法 这个是那个食欲 食欲 餐桌的教育上面是比较难普及的 尤其我们现在常常都吃到一些 已经不是原型食物的东西 对啊 不过我因为刚离职嘛 就是算做到六月底好了 其实我现在都还在做公司的工作 快结束快结束 所以我其实一直到七月 应该都还算是在让自己 有一点点休息的状态 就是我要去 好久没潜水了 都去潜潜水 可能再拍个影片给大家看 对 然后如果大家不知道 也想问大家 对Podcast有什么期待 或是对什么 有什么想要听的 也可以视讯给我 是蛮好奇的 刚刚你在讲那个 创业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之前在看两本书 就是艺人公司 跟艺人创业 我也有看 对 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每次大家可能在想说 要开展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就会想得很大 那我忘记哪一本里面讲到说 其实你应该要立刻提出 你的最小可行性方案 就你应该是要立刻就想说 比如说如果想要做芦苇 你不是立刻就想说 我要开一家店 我要开始去找店面 然后我要先准备三个月的营运金 然后我要设计一个完整的菜单 当然会有很多人建议你这样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这样是错的 可是就是以我来说 可能我自己也有经验 然后自己也不在那个阶段里面 所以我会 就是我不是那样子 我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现在大家是真的想吃 你就可以跟我讲 我就可以卖给你 对 那书里面就是讲说 你应该要建议你去做 就是立刻找出你的服务 或者是产品的最小可行性方案 就是它最小 大家能够采买的那个单位是什么 然后你就是赶快把这个东西做好 然后找到愿意买你这个东西的人 然后你再慢慢的扩大 因为大部分人的人 没有办法创业的原因 很常就是卡死在脑中 就是我觉得应该说 人其实会不会创业 好像都分成两种 就是会创业的跟不会创业的人 因为像我爸妈就是 你就能有道理 很爱创业的那种人 他们基本上是连续创业家 就他们常常想一想 然后就去做 就是有时候他们就在一个 完全没有什么知能的情况下 他们就去做 其实我有一阵子是那种 就是我发誓我这辈子 绝对不会自己创业的那种人 就很像我发誓我绝对不会 嫁给什么什么什么 就最后就会嫁给什么什么 那种感觉 因为我爸妈也创业的 然后我自己在外面工作 我也知道当老板真的很难当 就是我真的 觉得当老板真的 要有一点点神经病的办法 就是忍得下去 所以我有一阵子是真的觉得 我自己一辈子不可能会创业 然后其实我现在 也没有觉得自己在创业 我只是觉得自己在帮自己买东西 那不就创业吗 会吗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 应该说一开始 把创业想得太宏大 就你立刻想到说 当老板会怎样怎样 对后来就发现 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子 也许还不用走到那么复杂 就想要在做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能在录音 你也是要去想说 要找谁来帮我做 可能编曲吗 还是我要了解 这个平台怎么上传 其实那个某种人来说 也是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啊 我那时候看了这本书 我觉得深受启发 然后因为深受启发的关系 我就在想说 那我有什么样的东西 是可以提出我的 最小可行性方案的 就包含像是 因为反正很常就是 比如说思捷 或是其他的人 有时候会跟我说 你要不要去讲课啊 还是什么 但我又觉得 我每次只要想要讲课 就想说不要 我要做50页简报 很麻烦 就是我会立刻想到说 我没办法做50页简报 我不喜欢做这个50页简报 或是100页 或是做课程之类的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真的没有很爱做简报 就是我没有特别 在爱做简报这件事情 跟可能我觉得 擅自觉得说 我想要分享的东西 可能不见得是 大家想要的 尤其是你 可能你看 现在网络上 大家在卖的那种课程 就通常都会很强调说 你只要立刻 你学会这个 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两堂课让你 写出爆款文案 对 或者是流量变现 你也可以经营你自己的鞋杠品牌 你也可以成为百万网红 哇 这些东西就是我看了 我可能会去看啦 但是 你会去看吗 我买了如何做出爆好 podcast 那不一样啦 那不一样啦 我基本上不太看课程 我也是 不太看课程 我其实蛮爱听讲座 但那些讲座都是对你的人生 不会立刻带来任何的钱 可是我觉得你的不爱看课程 应该是纸钢那种课程吧 就比如说 如果你现在想要学Python 或想要学 学一些东西 你就是还是会去看吧 我会去上台大的课 对啊对啊 莫名其妙 然后浪费钱 到现在也全部都忘记了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说 就是 现在所有的编曲跟录音 还有制作跟master 都是我在 可能两三年前 自己在网络上上国外的课学的 但会不会因为那是技术性的东西 所以你就真的觉得 那种专业就是比较好教学 对对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不是说所有的课程 我们都吐槽它 就是如果你想要学一些技能 或者是你真的有想要学的新东西 我觉得上课还是很有用的 对 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 我就是没有那么信奉SOP 我怎么可能开一堂课说 我们一起来磨练感性吧 这样 上完这堂课你的感性就会加20 可是我跟你说 就是有人在开这种课吧 我知道可能有吧 但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很难想象 就是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透过听一堂课可以解决的 就是骗人 就我可能会跟你说 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试之欲和的电影 没有啊 随便都让你举例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教吗 不行 对或者是 你是不是应该去报名 国瑜日报作文班 比如说像熊仔 就是感谢说 他很会写词 是因为妈妈小时候 把他报名国瑜日报作文班 对 我会很难想象 我真的可以教吗 这个不会太骗人吗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我立刻就会想到说 那我要准备多少东西 然后最后就是这件事情 完全不会发生 因为我光是在这边 我脑洞就打结 哦 真是会觉得 哦 这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 我自己有兴趣的题目的话 可能其实是有机会 像是什么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 心理师的讲座 然后我其实很喜欢听 有的美的讲座 然后那个心理师讲座就是 从电影中看 比如说 关系的 互动的形式 像这样 然后他在那场 讲座上 他就是举了一些 比如说经典的桥段 然后他会稍微放一点 电影的画面 就是放一小段 可能就是三分钟 你可以看到两个 两个男女主角在争执 或者什么某件事情 然后可能就会停下来 然后就会说 大家可以说一下 在刚刚那个画面里面 你们看到了什么 然后大家就举手 说我看到谁要怎样 他就说对 因为他有趣 超级有趣 我妈 超爱那个心理师的课 我那时候 听完他的讲座之后 我甚至想要去他在 阳明大学 因为他在阳明大学 上课 然后他有带那边的 好像有点像是电影社团 还是那种心理相关的社团 然后每个礼拜三 什么晚上 他们都会放电影 然后就他会准备 当周的电影 然后结束会跟大家一起讨论 我那时候超好想去的 就想说 美玉拜三就可以去 阳明在哪 在士林的一些 偏山上的地方 那时候想说 我真的是很想去 因为这种东西 就是我觉得 去上课 我也不见得是真的觉得 学到什么 但是那一切的内容 是有趣的 会觉得很充实吧 心里会觉得很充实 对 我记得那时候 上那一场讲座的时候 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部片叫做 充气娃娃之恋之类的 还是我在那边乱瞎掰 反正就是跟充气娃娃有关 就是男主角是一个 雷恩格斯林之类的 应该是他 对 然后他就是演一个 有点怪怪的主角 男主角 然后他有一天 就是他们回家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带了一个 反正就有点像是 心爱人偶那种东西回来 然后就跟他的家人介绍说 这是他女朋友 然后 但是因为他本来就怪怪 所以家人就 很勉强的接受 就他有一点的心理疾病 那后来他的哥哥 跟嫂嫂就很紧张 就去求助心理医生 说到底他怎么样 才可以让他戒掉 就是把这件事情 让他醒过来 或是让这个东西消失 然后心理医生就跟他说 异常是因为有需要 是因为那个人有需要 才会出现的 所以你们要讲的 不是怎么样去让异常消失 而是要去了解说 为什么他需要那个异常 然后我就有那时候 我就觉得 好喜欢哦 就是我非常喜欢 心理师带出来的那个概念 因为他不是单纯 只是跟你讲什么心理啊 什么理论 他是又讲电影 然后又讲这个理论 然后把它带起来 然后我就觉得 我很喜欢那样子的分享 然后我觉得 如果是这个东西的话 会是我 我觉得我有热情 也愿意去做 然后我觉得 对我来说的门槛 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就我可能不用准备 一千张 PowerPoint 然后说服你说 只要你今天上完这场课 你现在出去 我跟你说 你现在出去 你的文案这个那个 你可以拿十大社群文案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是我后来就觉得说 可能这件事情 本来就不是你想做 就像书里面讲说 你要找到你的最小可行性方案 然后你要找到你的那个东西 是在你真的想做 然后市场上也真的有人需要 然后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一直 卡在市场上有人需要 就我一直只看到 那些我觉得有人需要的东西 对 但是那个我就做不来 所以我就一直卡在这里 但是反正最近就 因为那本书也是给我一点启发 然后跟 后来也去认识了我一个朋友 先跳过来讲一下 我下半年的计划之一 就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做职业咨询服务的 他是我大学的时候的同学 然后是心理系的男生 那他毕业之后呢 就是先去了类似 人力银行这地方上班 然后跟他其实本来的期待是 他希望他自己的专业 然后跟累积的一些 关于职场的一些知识 可以结合起来 帮上一些人 或者是引入 把这样的知识 带到企业里面 但他发现的就是台湾 这个企业环境 还是社会干嘛的 就其实不太重视 职业咨询 或者是职业顾问 或者是连HR都没有在管这个 他说台湾很多公司的HR 就是打电话请你来面试 然后跟倒水给你喝 然后帮你约会议 就这样 对 就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然后即使是到很大的公司 也不见得 很大的公司里面的HR 就真的有到专业的程度 就还是没有 因为其实HR是讲人力资源嘛 对啊 所以他其实包含很多 比如说员工的聘任 你要能够帮公司聘到试任的人 也要帮助来应征的求职者 确认说 你的职业规划跟想象是什么 这间公司能不能符合你的期待 我是看到中国或美国的HR 在分享他们的一些工作经验的时候 都觉得 这个跟台湾的人资在做的 一定超级不一样 台湾的人资就是 以我们以前公司来说 曾经待过某一间 蛮大的公司 它甚至没有HR部门 蛮合理的 我们只有 不是合理 应该说我觉得很多都是这样 台湾已经超多 我们只有行政部 所以行政部里面 就会有一个人 要负责做人资的事情 可是他负责的事情 就是帮忙po职缺 帮忙转职缺 给 给指定的主管 然后还有 办一些 那个员工旅游 或者是家庭日 这件事其实是蛮怪的 对 就严格来说 他也没有什么人资的专业 而且他继续做 也没有人资的专业 很奇怪 这名就是一个专业的系啊 对 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间公司 人力是资源的一部分 也是这个公司的 所谓战力 那这样的话 人资应该是一个 算是重要的战略单位吧 对 然后总之我那个朋友 就是他发现 他就算学了这些东西 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地方的人资 是真的在乎这件事情 那他觉得这件事情 是台湾这几年内 有可能有改变的吗 他要规划了一个 长远的计划 因为其实 我弟现在是在读 人社院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 他很适合去 往人资这个方向发展 也蛮想建议他往那边做 因为我隐隐觉得 这个东西在 他可以开始 就业的年纪的时候 希望台湾 对这个东西的需求 会大一点 但我不太确定 可能大一点点 一点点 好 然后像 比如说 我之前我们很久以前 有聊过人资 很多人的人资的专业 是会看相 算命 你懂吗 就他们会走向 另外一个地方的专业 或者是他们应该去做 执押咨询 就这一切都是 不存在在台湾 这个社会里面 很少 很能见度很低 然后他自己后来 是发现说 因为他自己是心理系 所以其实蛮多的朋友 毕业之后都成为了 所谓的智商师 或者是也有人 也许有些人就转向 那个 比如说精神科的 一些相关的工作之类的 那他自己是觉得 他不太适合走 传统的那种 心理智商 对 他自己个性的关系 他自己觉得 他不是那一种 太感性陪伴 他就希望在里面 是比较像是专业人士 一样的被看待 而不是说跟 这样讲好像 他讲得好像很没良心 但也不是 所以他会想要说 对对对 他会说想要 比较像是 我们提供专业的顾问 咨询 他说因为他觉得 他接受的 接触的一些 动更食物跟技能面的方式 对 就是他觉得有一些人 他确实是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有一些身心的状况 但那个身心的状况 其实不需要问他 童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要是关心一下 他公司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是他打算 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 对 就可以解决 不一定要去梳理一些 有的不的这样子 我不知道台湾的 真的大企业有没有 但我知道国外的 有一定会 有没有切这个东西 其实是标配 你是说职业咨询吗 职业咨询 对 或者是公司里面会有 员工可以免费申请的 对 的这种 对对对 然后他说 他现在就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 他自己作为职业咨询师 他现在有在提供 职业咨询的服务 他说他感觉到 其实他蛮多个案 他自己判断 他们这种都算是高功能 那所谓高功能就是 基本上他日常生活 没有什么 呃太大的问题 但他有一些身心的状况 然后很明确的是 他这个身心状况 就是跟他的工作有关 就比如说 有一些人可能是他觉得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他很不喜欢 然后他觉得很茫然 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他可能兜兜转转好几个工作 但是总觉得 不太对 差了一点 或者是他 在工作上表现的没有很好 或者是他在工作上 可能 呃也许跟其他的 呃同事主管 反正有的没的 就是他会有一些 不舒服的情况 等等的 那他说 其实这些案例 都可以透过 呃专业 针对 focus在职业 上面的咨询 跟顾问服务器 去解决 然后当然 呃也许有一些 他自己去接触之后 他会觉得 哦这个可能 不在他能够处理的范围内 呃 不只是职业问题 他可能是 其他的状况 影响到他的职业 那他就会请他 转介给他的 智商师朋友 这样 对他就把这个 个案转介出去 但他自己是觉得 其实蛮多人的问题 就是很明确 就是其实就是职业 就是职场的问题而已 那这个解决的时候 基本上 他们的身心状况 就消失了 嗯 所以具体上 他想要怎么做 他目前是在做 因为他自己 个人的话 一个人能够做的案量 是很有限的 那如果你希望 让市场上 不管是土C端 认知到说 职业咨询是 我可以采取的一种 呃解决问题的方式 嗯嗯 跟这件服务是有价的 这是土C端 那土B端 就是让人家知道说 职业咨询服务 可以怎么样 协助你们公司 找到更合适的人 或是为你们的 公司福利 提供一个 更有感觉的 而不只是 哈根德斯冰淇淋 所以他 不只是吃不完的 零食吧 对啊 其实 嗯 有一段时间 就是所有的新创 就会告诉你 他的福利 就是有零食 但是 都会拍那个 美美的零食柜的照片 其实蛮好笑 不得不说 那第一阶段的目标 是他会先去做 那个职业咨询师的 培训 嗯 对 他需要有更多的人 投入这个市场 分开了 对 所以他需要有更多的 职业咨询师 因为他现在 觉得很棒耶 对 因为他现在就是 艺人的人力有限嘛 他能够做到的也很有限 当然已经也有 其他的职业咨询师啦 就是可能比较老牌的 但 我不知道 其他老牌的 有没有一起做 类似的事情 但总之 他现在的规划 就是他会先训练 职业咨询师 那 可能训练到 一定的程度之后 应该也不用说 程度之后 他就同步都在做 就也有 去做企业的 企业端的开发 就是会跟企业谈合作 就像刚刚亚群讲 就他可能会变成 员工福利的一部分 能够进到 这间公司的人 也许每年都有 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去免费的 利用这个 质押咨询的服务 其实 我知道像微软 台湾微软有没有 但日本微软是有 他每年每个人工 是有一定时数的 所以我刚刚说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但我知道国外有 对 因为那个我朋友说 他在日本的时候 他用好用满 然后他觉得改善 他的生活很多 欢迎一些 就是在大企业工作的 听众告诉我们 有人 有人吗 帮我们解答一下 就是有没有 你们公司有 这样子的福利吗 我就以我们的听众 听众那个群 来说 应该是有蛮多人 在大企业工作 对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的 应该是有 见解应该大家都有 但是我不知道 心理智商有没有 然后跟职业咨询 可能就更 可能更少 对 然后这是他想跟企业端 做的其中一种合作 我猜应该也有一些 别的合作 比如说 帮人力资源部 开设课程啊 工作坊啊 或者是就是 在他们公司内部 开设工作坊 就是有点像是 企业内训这样 然后去做 去带他们的一些 可能 主管或者是 重点人工 去带他们做 职业的服务 因为其实 你刚刚讲到主管 我其实觉得台湾 有很大一群 中间主管 或是小主管 非常需要 训练或是资讯 也很需要资商 也很需要资商 对 就训练资讯跟资商 这种东西 其实非常需要 大家很常忽略 这一块 因为他们真的是 最难做的 对 反正我有一次 跟他聊了之后 他就说 你要不要来 你要不要也来上课 所以我就开始去上课 所以他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上课 对 可是因为他人力有限嘛 所以他今年 我那时候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 可以啊 那应该要不要来上课 我说 好好好 那什么时候开始 下礼拜 所以我就报了 所以我已经上了两堂课 上的课 你上的课是 培训的课 职业咨询师的培训 好好玩哦 对 因为我那时候去上这堂课 其中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稍微自戒一下 然后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蛮常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比如包团听众 很常会私讯问我一些 咨询一些职业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工作上遇到一些困扰 但因为我毕竟就只是 凭照本能 或者是我自己在职场上的资历 对 去回答 所以 有的时候会觉得 会不会太片面吧 担心 对 而且有时候会在想说 我是可以回答你 可是这个会不会只有 适用在我身上呢 对啊 那样子的感觉 这次太阴人而已了 对 或者是说 我现在在讲这个 会不会听起来很像干话 我觉得你应该要怎样怎样 就是会不会听起来 其实 其实就是跟 会不会是跟他问妈妈 差不多的意思呢 或是问兄弟姐妹呢 对 然后那时候就说 我想要上这个 职业咨询师的课程 是因为 确实我有时候是很想帮助别人 但是受限于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 专业技能 就是除了我自己 职业上面 比如说你如果要问我 社群做什么 那我可能可以回答你 可是如果你跟我的工作 是无关的时候 我就会不确定 我的答案是不是对的 那我就上这本课 就是给我一些 理论上的根据 因为他其实讲了很多 包含像是 心理学啊 还有职业的相关的那种 有些人是专门focus在 这一块的理论去研究 就是什么 比如说 跟工作相关的 跟所谓个人特质啊 或是自我发展啊 等等的 如果要去 比如说 剖析 就协助听众 或是协助朋友 去分析说 这个东西到底 适不适合你 就不一定是不好啊 就是这件事情 真的适合你去做吗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 一些简单的问题 或是简单的 小测验之类的 然后去帮他做分析 我就会觉得 比较有底气 我觉得你好像不适合耶 我觉得你这样听起来 应该可以啊 我觉得你要试试看啊 就比较不是这种 好像那边 随口唬烂的感觉 我觉得上这个课 蛮好玩 可是其实loading蛮重的 哦是哦 因为它就是 它是隔周的 等于是 就真的是培训的感觉 对 它是隔周的周末上课 可是是六日都要上课 然后上一整天 就通常就是培训都是这样子 就是从早上十点上到 晚上五点 然后你就整个周末 咻就消失了 对 很可怕 非常可怕 然后一方面是我上课 觉得很可怕 一方面我也觉得 你怎么没办法做到这样 因为我朋友就是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嘛 所以他就是一个人要连讲两天 然后每天就是讲六小时 跟多少人讲 呃 那个课程是有限制 大概二十几个人吧 其实很多耶 对啊 六小周都很多耶 然后都是都有准备 非常扎实的 呃 课程简报 然后我们就是会 狂写笔记 狂写笔记 但是写到后来 我后面的字就很丑 因为手开始有点握不住 就是早上的时候 笔记还很漂亮 后面就开始有点歪七扭八 然后我的手就又长简 那参加 就是一起来那样 培训你其他的人 看得出来背景 或者是 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吗 呃 基本上 很大一部分会是直上师 然后有一部分的人职 有一部分的猎头 然后也有一些是 呃 想要帮助自己的人 OK 对 想要帮助自己 有所承担 疾压困境 这样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 可能就会觉得说 他想要换工作 然后 想要结合一些不同的专业 然后去找出一个新的 适合他的产业或者是工作 但他也会来做培训 哦 好有趣哦 对 但大致上 因为职家咨询师 所谓的咨询师 他基本上还是一种 专业的助人工作者 所以确实是 蛮多人都有 助人相关的背景 或是至少是 想要助人才来的 嗯嗯嗯 对 然后我是觉得也蛮好玩 而且那张课 就是有搭配三套 那个 我朋友设计的 专业的卡牌 就是他说 好像很好玩耶 对 然后 好想玩哦 卡牌可以可以可以 之后可以试试看 就是那个卡牌 就是可以协助你去 找出你自己的人格特质 嗯 比如说他把工作分成 比如说创造者啊 应该说这是特质啊 不是说工作分成 这几个类型 你有助人者 然后什么创造者 然后分析者等等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就是你内心 真正渴望的 发展的一些人格特质 然后你可以去对照说 你在工作上 这一块 有没有得到发挥 上课的时候就有些人说 助人者是他的人格特质 始终很大的一部分 他很喜欢帮助别人 可是他的主要工作上 没有办法展现这个 哦 所以他会希望 他可以得到这个 取得执牙咨询师 这边的满足 嗯 对的这个身份 那他也许其他的时候 下班的时间 或者怎么样 他可以去 呃 做一份可以满足 他助人需求的 这个工作 这个其实也蛮符合 我想要去做 执牙咨询师的 呃 其中一个原因 嗯 就是 我很常觉得做广告 就是 不知道对于这个社会 有什么帮助 还是有啦 家瑜的案子还是有吧 可是 有很多吗 就是好像还好 那不是我们的错啊 对可能是那些公司的错 妈 没有就是 我会觉得他不是 很直接的助人 我觉得我们两个 已经很努力了 在建公司的时候 呃 就是我会期待 不要讲广告 就做出来的内容 是会让人家觉得 有被 嗯 就是快乐啊 共鸣啊 至少是有一些 正向的东西产生的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 嗯 好像没有那么直接 其实我喜欢 我知道 就真的要 不可能喜欢更直接的助人 我觉得我有 因为我们 我们之前就说 家瑜就是辅导老师啊 天使辅导老师 我是辅导老师 因为我 毕竟我曾经 没有跟一个人分手 是因为我担心 我一放手 他就会掉到地狱里面去 对对对 他仔细想 我妈我是谁啊 我怎么会有 这个奇怪的想法 对但我觉得 我这个就是喜欢 这个就是喜欢 没得变的 然后我会一直 质疑说这件事情 对社会有什么帮助 对其他人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价值 你刚刚在讲到就是 呃 我感觉也是你 听起来是你发现自己 因为真的很喜欢助人 或者这个东西 对你来说真的 会让你很有充实感 或是满足感 所以在今年下半年 或者在刚好在最近 有这个机会 你决定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我呃 我自己刚离职嘛 其实在这最近 就待在公司的 可能就近半年内 或者是仔细想一想 也许搞不好是 开始做这个podcast之后 嗯 我很确定的 就是发现自己 我本来知道 但是我更确定 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舞台 跟是舞台 被人喜欢 哦 ok ok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舞台 那那个舞台不是 就是是广义上的舞台 比如说像嘉宜刚刚讲说 讲课 其实我每一次 在公司的时候 出去讲讲座 我都非常的享受 哦 因为我是很喜欢 对人群讲话 然后跟人群讲话 我会非常自在 嗯 超级自在 嗯 或者是比如说 上台提案的时候 我很自在 但是私底下跟人 一个人吃饭 或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很局促 或是变得很没有自信 或是整个反过来的 嗯 然后包括那个舞台 可能包括比如说 前阵子发的新歌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非常没有自信 嗯 但发了之后 我觉得大家的figure 还不错 然后我就也更加 确信了自己 我很需要 也很喜欢这种 被人喜欢的感觉 或是被认可的感觉 嗯 我们公司有 所谓的mentor制 对 然后亚群那个时候 也是我们另外一位 同事的mentor 就是有点像是 小老师吧 就是 应该是吧 mentor对啊 就是不然 反正怎么督导嘛 有点可怕 对啊 我觉得像小老师 对就是各种的小老师 就是你可以跟他聊 保护姐姐 对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聊 工作上的疑惑啊 或者是你的一些 心情烦恼啊 之类的 然后亚群那个时候 应该是 好像有跟 是不是有跟司姐说过 说其实你蛮喜欢的 就是做另外一个人的mentor 对我觉得那可能也跟 就是我的确有感觉到 我有在帮助到 那个人有关 对啊 就是就是会觉得 自己有价值吧 不管你的任何 不管你的经验 或者是知识 是对另外一个人 有司机的帮助 对 就他真的可以变好的 那我自己对mentor 这件事情是 我没有特别爱当mentor 就是我没有很喜欢管别人 所以如果你来问我 我会 回答 清尽所能的回答 你就包含听众有时候问我 你这个东西 很好看 在哪里买的时候 我跟你说家瑜真的会 我会直接搜网址给你 对 家瑜真的会 清尽所能 如果你有看到我们 就节目的那个 私信箱的话 家瑜的回复 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 对 而且我有时候会说 我找不到 我当初买的那个网址 但是我在虾皮上 我有看到另外一个 可是我有点不确定 这有没有跟我当初买的一样 多少钱 这件事我有抓过 对 对 我很可怕 我会竭尽所能的告诉你 或是会告诉你说 但是他现在在日本的 网站上有打折 你可以用我 常用的那个代购 就我会做到这个程度 可是我不会主动一直去 关心大家 想到我会去做 但我不会 觉得我时时刻刻 对另外一个人 负有责任感 但就是那有点不太一样 对 对就是你来求助我会回你 但是我不会隔三拆一五 就说 最近还好吗 最近怎样吗 就是你不会把它当作 自己的责任啦 对 因为我会觉得 那可能是你个人的责任 对 对 但我觉得 你的人生你决定 对 然后这件事情 刚好也是我上个礼拜 就是 我最近也是觉得 管理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一门大学问 就因为我本来都觉得 大家应该不喜欢被管吧 因为我很不喜欢被管 就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被管 就那个不喜欢被管的程度 就是 我爸妈 也不太管我 我也不太喜欢 他们管我 大部分的老师也不太管我 有些老师可能已经放弃了 就是 因为你知道学校 以前小时候 就是你 你如果成绩比较好 确实老师会对你的 反而不太管你 对你一些比较出格的举动 是不会一直干涉 他会说 那你不要影响别人 然后我想干嘛都可以 对对对 我已经习惯那样 我也以为大家都不喜欢那样 因为其实大家很常聚在一起 抱怨老师啊 爸妈 或者是抱怨老板 管太多 哦 对 就是包含像是我之前 做了一个 限动问答嘛 然后就请大家 告诉我说 你觉得你在管理上遇过 比如说比较挫折 或者是比较烦恼的事情 是什么 如果你是管理者 你就告诉我你管理的烦恼 那你如果是被管理者 你就告诉你 呃 被管理的烦恼 其实蛮多人都有提到说 不喜欢老板管太多 对啊 就是比如说 管到说呃 发信的时间都要管 这个太那个了 几点才可以发出这封信 嗯 对然后所以其实蛮多人 讲到这种他不想要被管的很多嘛 因为我好像也是那种 我觉得我把公司的工作做好 你就可以不要管我的那种 对对对 就我会觉得说 好的管理就是不要管我 就是我 我很容易这样觉得 因为我就是不喜欢被管嘛 然后看起来也没有出什么大事 所以我以为是这样 但后来我再去了解更多管理这件事 反正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现在的习惯就是 先看书 因为我发现问人也不见得 真的 很正确因为一百个人会告诉你一百种答案 然后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有时候不见得可以问到专家 那我就是去看书 那我就看了一本书叫做 而且我还先发起了一个读书会 就在我那个读书会里面说 大家要不要一起来聊聊管理这件事呢 你知道你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想说 哇嘉宇最近是不是遇到很大的困难 对就是我又觉得说 我会认真地思考 然后反省 然后就发起了这个读书会 然后殊不知那个读书会非常踊跃 真的哦 超级勇 所以果然大家是都在这方面很困扰 就是因为你就算不是管理者 你也是被管理者 对啊一定是的 你一定是有其中一个身份的 对各种烦恼 然后我们就发起了一个管理 跟管理相关的读书会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困难 就是很多人 其实是两个身份都有的 就中间的人 对 就是你是中型 或是你是小主管 就是你下面就对一堆 然后上面又一堆人 对 然后会有点例外不是人 然后我们就发了这个读书会 然后就编了一些建议书单 然后那个书单越到后面就越歪 就是我最后看的那本书叫做 当上主管后 难道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崩溃 他好像是Facebook一个 设计team的主管 应该设计吧 那种UI有关的那种设计team的一个人 然后他部落格的内容集结出来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一个蛮专业的管理者 然后现在已经管很大很大的team 然后最初当然是很少 就是他的一些心得分享 那我看的时候其实觉得蛮有收获 我就包含像以前 我一直觉得我不知道做这件事情 有什么效益 或者我不知道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总觉得很打扰员工 就是我同时感觉到被打扰 然后我同时也害怕打扰别人 但是我看了他那个书里面的解释之后 我会觉得 原来你感觉会被打扰 是因为那件事情没有价值 不是应该说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价值 而是你要让这件事变得有价值 比如说固定的弯弯弯之类的 然后想说 原来如此 原来弯弯是要聊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弯弯之后你要再去做一些follow up 或者你要订出一些 OK那我们讨论完今天的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要预计要往下做哪些事情 然后要确保两个人都有各自去做 否则他就是会很容易变成那种 浪费时间的会 对 然后我就觉得 看到蛮多 然后他有讲到说 管理者不是去管他 就他比较不像是 你是去管理员工个人绩效 就是你要确保所有的人 对于团队的认知是一致 期待是一致 跟你要确保你们团队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 是所有的员工都可以在 这个目标实现的时候 同时实现他们自己 在生涯上的规划 对 就是他们有可能是会认同你说 我们的团队要做出什么东西 对 好那他们可能认同 他们没有不认同 但是做着做着 可能这不是他想做的 对于其实这不是他的东西啊 如果你没有让他感觉到 他得到了一些他的东西 或是同时他 帮公司达成任务的同时 其实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些某部分上的充实的话 那个东西很快就崩掉了 除非你给他超爆干高的薪水 对那可能真的要很高 因为他其实里面就讲到说 他有一个员工非常强 是一个很强的设计师 可是那个设计师很喜欢一些 很有突破性的东西 但是对于如果Facebook想要成为一个 大家用起来都很好用 然后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的话 他的那个设计不见得 是吻合所谓公司目标的 所以像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确认说 这个人跟公司 因为他可能只是觉得 Facebook很酷 可以有很多让他尽情发挥的空间 可是你会发现 他的目标跟公司的目标是 背道而驰的 或者是就是 不是能够最完美的结合的人 那你就要提早点出这件事情 那是很重要 不是去管他啦 对他 那时候会觉得 好的管理应该是要做到这样子 而不是去管一些很知为莫及 不是去管人家 去管你性记得没什么时候记 对 他就说 真正重要的管理是确认所有人的动机是一致的 就是你要管理的是团队的动机 目标 然后跟每一个人 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的人 是不是最适合这个团队 能够一起把目标达成 跟彼此之间互动是融洽 然后也能够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 以及就是你要确保所有的流程是顺畅 工作流程是顺畅的 不管是部门内或者是跨部门等等的 他说其实管理者最重要的就是要focus在这三件事情上面 听起来真是难啊 外 户跟耗吧 又来又来又来三个 对 他有整理成三点这样 好总之就是 我后来看完之后就想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我决定立刻实行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 对所以我就立刻实行这件事情 把部门每一个人都约出来做玩玩 我发现其实大家真的讲的比想象中有多 虽然才刚开始 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不是 反正因为第一次吧 就是还很陌生 不过那个弯弯弯就是聊着聊着会越聊越深入 所以就是像其中一场是聊到一个半小时还没聊完 嗯 对我就觉得哇天哪 真是比我预期的接收了很多的东西 这对我理解的 就是我认识的家里来说真的蛮努力的 怎么说呢 哦真的很拼命啊 但是我觉得是在我之前并不理解的时候 我知道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管我 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应该也不想被管吧 但是就像刚刚讲那个职压问题 回到职压咨询室 他说他发现其实很多人的职压上的烦恼 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的 就是他在公司里面也没办法讲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他个人要处理 有利益冲突啊 对然后跟他也没办法跟他的 比如说家人或者是朋友 对啊谁管你啊 怎么讲就是你的 专业差太多了 就是他跟你做的事情完全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跟他讨论这个 他也许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就很多 所以他说他发现职压的烦恼 其实是一个人 影响他身心状况很重要的项目 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求助 还不像说 可能你心理上的问题 很多人就直觉知道 我要去看医生 我要去看职压室 可是职压上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只会觉得说 我要拼命想 我要拼命找出入 或者是我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我就是好好去工作赚钱 不行吗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死胡同 反而是最没有出入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他讲了这一切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 那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处理 就我既想要做好职压咨询这件事情 那我也肯认到说 职压上的烦恼会影响到一个人 所以我说这边上课 那我就觉得 那我应该也要管理一下 就是这个部门的其他人 对啊 你有这个环境可以使用 对 所以我就是把一切 我学到的东西 就是运用在这些小白老鼠身上 我真的是以一个就是 我们俩就来一起试试看这件事情 然后其中一个 除了跟他们约弯弯之外 我另外还规划了一个 就是说因为我有感觉到 开始全远端之后 人跟人之间 老实说我自己会觉得 互动不是那么的密切跟紧密 尤其是我现在的部门 因为亚群跟Vicky都离职 所以来的是两个新员工 是新的 对对 所以很新的那种人 所以我也会担心说 大家会不会因为不熟 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工作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对于心情上 是会有差别的 因为就真的只是跟另外一个同事 或者是跟另外一个Google账号 一起工作而已 对所以我就说 那我想要规划一个内部交流会议 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 我们团队每两周 会对内部做一次交流会 那这个交流会的主题 就是非常free 你想分享任何事情都可以 这件事情我在之前外面的公司 算是当主管的时候有做过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我们也是大概 每两个礼拜可以做一次 然后我还记得我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次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就上台就是讲了一个童话故事 就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童话故事 他说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听童话故事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了童话故事 然后就讲了童话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分享了 他最近测的心理测验 然后就是跟大家一起 玩那个测验分析那个结果 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好像 那时候在研究星座命盘吧 就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 其实蛮好玩的 对就是蛮不一样 而且如果你是分享 你真正有兴趣 跟想要分享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是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快乐的 对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帮助大家彼此交流 就是我会觉得 当然有 广告公司内部本来就会有一些创意交流会 但是创意交流会的那种交流 不是很人格上的交流 所以有一点 还是工作上跟专业上的交流吧 对对 就比较无助于建立情感啦 我觉得就助力所谓的人系的羁绊 对 那我说因为我规划了这个东西 然后也很突然 所以就由我先开始 所以我先开始分享的就是 我在管理这件事情上遇到的很多的挫折 跟我开始看书书里面怎么讲 然后跟我自己怎么样去想这件事 跟书一些我觉得比较很不错的地方 特别拿出来跟他们讲 也就是说因为 可能你现在不是主管 那你以后也许在公司 也许在其他地方 你都有机会成为主管 然后我希望这些东西是 对你们应该是有帮助的 那没帮助就听听就好 我觉得没帮助的话 你至少会知道说 其实做管理者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爽 或者是管理比你 我从来没有觉得过很多 我从来没有觉得过很多 是爽的啦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比如说有些人会抱怨主管 就是什么 抱怨主管说都不做事啊 或者是干嘛干嘛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 可能也是双方立场不一样 那倒是 因为像我朋友是一个很资深的主管 真的是要经历过才知道 对 我觉得 因为我朋友是一个很资深的主管 他以前也是我的主管之一 当然我也是没有从他那边得过很多的管理上面的一些协助吧 但是我觉得他在专业的工作的专业素养上面是帮我蛮多 就是我学习到很多 那他就说他们公司每年年末的那种feedback 其实是双向的 嗯 然后那个双向的就是会 他会很常收到员工说他不善沟通 然后我超惊讶 员工说他就是你朋友 对 不善沟通 然后我超级惊讶 因为我那个朋友是做公关出身的 他是 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不善沟通 他不是那种什么木讷 然后的那种人 完全不是 他就是也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能跟善道 对 所以他 我很惊讶 我不知道他惊不惊讶 因为也有可能他真的太忙到 他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跟他的互动 也有可能啦 但是我收到的时候我很惊讶 然后他说他有收到员工说 他都没有协助他做职丫规划 嗯 然后那时候他也是说 干我妈忙死了 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 对呀 就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职丫都很茫然了 谁来帮我 跟我的职丫规划 还要帮人家做他的职丫规划 但是也许这就是管理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情 大家对管理者的期待 对 也许我朋友会这么茫然于他自己的职丫 就是因为他的大老板 没有给他这个位置 比如说他对这个位置的期待 以及这个位置如果下一步可以去到哪里 嗯 所以他也很茫然 那当然他很茫然 他也不太可能处理他下面的人的茫然 然后还有他很忙啊 他已经是很高阶的主管 对 还是在做很多一线的工作 嗯 反正就很为难这样 这个就是我下半年的几个主要的目标就是 可能就是把职丫咨询师那边课上完 然后也会 哦 其实还有安排一些实习课 就是他有团督 也有各督 就团体督导 跟个人督导 然后之后我应该会想要做 应该会试做几次 然后我会把名额开放出来给我们的 那个知道人听就好了 好棒哦 对我想要试试看这样 然后 我想要 对 然后我想要try看看 然后之后可能也会 有机会的话也蛮想请我朋友进来 跟我们一起录音聊聊这件事情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奇 蛮好奇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看在管理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再具体做一些 什么样的尝试这样子 嗯 然后关于Podcast这件事啊 就是哦 其实 先太一口气没有讲太多话 好 没有就是因为Podcast的 其实我觉得它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花精力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不只是来录音而已 就是其实 如果它是比较 蛮多主题 其实事先都要先准备 然后也要先预想说 哦这个东西适不适合 然后它的流程 它的flow大概会是 什么样子 然后每个礼拜也要开会 那当然这不只是我们主持群 那其实像 呃PD他们 也在一起开会以外 他们还要负责 做数据啊 嗯 研究分析啊 对 然后还有背后 就是要剪辑嘛 对 你们听到 听过的东西 其实能够那么流畅 都是有剪过很多 哎哎哎哎哎 都被剪掉了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它其实比预期 花了多了很多的资源 那下半年 比较大的调整 应该是基本上 司节应该就不会进来录音了 哦完全吗 应该基本上不会再进来录音 对对对 就是跟公司 未来的策略发展有关 所以这是会一个比较 明显的改变 然后再来是 之后的片子 我们可能会更专注在 音档上面的制作 因为其实我们 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我们在YouTube上面 其实每一集都有放影片版 嗯 但影片版也是 爱于资源有限的关系 所以之后应该不会再做了 嗯 那影片版现在 现在都是放在司节的频道嘛 对 就是放在杰哥不要 未来可能会独立出来 虽然已经不会再更新了 但是我们可能会 不知道 考虑开一个新的 把那些片移过去 也是有可能的 对然后可能 放一些short之类的吧 可能很偶尔会放 会放啊 也许有一些 特别活动的时候 会有影片 嗯 对但那 那个影片就会是 放在新的频道 对 这样子 就比较更适合一点 只要人听就好的 对 然后下半年的话 可能因为现在18分钟 我们蛮想就是讨论一个议题啊 就是可不可以啊 适不适合啊 等等的 那之前亚群有提一个新的想法 我觉得也蛮好的 亚群你可以跟听众讲一下 像刚才家里讲的 我们其实一直也 为了节目该怎么录 大家会更喜欢 或是这样子的节目更好 其实真的花了蛮多心思的 然后前阵可能就有听众 跟人家的feedback说 其实如果可以做一些 让大家可以 更有参与感的尝试 会更好 那那个参与感呢 可能比如说包含 就像之前我们很常玩心理测验 那如果我们先把心理测验发出来 让大家也可以事前做那样的 知道自己的结果 那在哪里听的时候 可能会更有感受 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后可能就会 做一些比较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那它的范围可以很宽 它不一定是测验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准备 很多很多个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 它可能都是困难的终极大抉择 但是我们想要问问大家 就可能看投票比例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类似这样 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很常做 歌单型的 片单型的 书单型的节目 那我们通常都是直接在节目上面 揭露那个歌单 或直接公布出来 那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 用事先调查 或事先公布 让大家听过那些歌的方式 再来聊 可能大家也会更有感觉 或是大家也可以事前跟我们feedback 那我们也可以把听众给我们的feedback 带到节目里来跟更多人分享 让大家有 你真的有参与到节目的内容的感觉 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尝试看看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可能会再有一些新的调整 或者新的系列 新的单元之类的 对 然后同一时间还是要继续 不忘了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节目有开放 那个订阅式赞助 然后欢迎大家加入 成为我们的友人自有 那当然如果你除了订阅式以外 你还希望可以单堂的打赏给我们的话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哦 耶 加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